全球现场关注日本传出有机会在这个礼拜宣布放宽入境的限制 首先开放商务课级留学生 但是光课要再等等把时间交给新衣 先来看的是美国白宫防疫协调官启安辞 宣布将从8号开始正式为美国5岁到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BNT疫苗 同时说美国已经达成了新冠疫苗接种的新里程碑 也就是八成的成人都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那么美国药厂诺瓦瓦克斯也说 研发的疫苗现在已经获得印尼监管当局的批准 全球第一个紧急使用授权 同时也预计世卫组织印度 菲律宾以及其他地方的监管机构 将在几个星期之内做出决定 诺沃克斯指出公益印尼的疫苗将在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 同时以印度公司的产品名称COVAX销售 透过COVAX的系统向低收入国家来提供疫苗 那么已经恢复实体上课的印尼 因为当地孩童是有打疫苗的急迫性 因此印尼食药局也宣布核准让6岁到11岁的孩童 要来接种大陆科兴疫苗 而且印尼也在临床试验当中评估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大陆国药集团 或者是辉瑞BNT的疫苗来为儿童接种 印尼针对科兴疫苗的试验结果显示 孩童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 免疫原性达到96% 印尼卫生部指出 6岁到11岁孩童有机会 有希望在明年初就可以开始来施打疫苗了 而相关当局现在还要听取 小儿科医师协会的意见 有需要也有呼吁更多的疫苗可以到获印尼 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打算再放宽防疫入境规定 有机会先开放商务课 留学生以及技能培训人员先入境 但是这个阶段其实是不包含外国观光课的 预计日本政府在最快这个星期 就会宣布这个政策 同时这个月也会开始实施 而日经指出 针对已经接种完整疫苗的商务课 居家隔离天数将从现行的10天减少到3天 东京昨天金王县电车发生无差别攻击 嫌犯在行驶的电车上头 持刀攻击乘客之后又纵火烧车 案发当下说有一名乘客 他当时冷静的拉开月台门上的门栓 打开车门让全车的乘客逃生 事后他在推特分享 因为当时他拉开门栓而弄脏的黑手 获得网友称赞 日本媒体今天持续分析报道 电车案发之后停靠在国嶺站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停靠精准 离车门大约大概有半个门的距离 那么车门因此就是没有办法打开来的 这个时候不少乘客直接从窗户逃生翻进月台 那么车上这时 这时有一名乘客他是很冷静 拉开月台门上面这个门栓 他说当时他不断的在这个推特上面发文回报状况 另外也有网友po照分享 其实列车车门上方有一个旋栓 是可以将车门直接打开来的 那么同车厢的乘客就回忆事发之后 因为车厢和车厢连接的部分 宽度比较窄 当时群众逃命堵塞在通道上面 当然有些人是从后面被推倒 那么有些人是试着想要起来 却被后来不断涌上的民众给撞着 那么因为嫌犯当时不断的是捂刀攻击 甚至在这个车厢内纵火 因此当列车减速的瞬间 黑烟就整个炸开来 让车厢更加的混乱 有乘客回忆说 他觉得当时他难以呼吸 觉得自己可能会置其而死 也有乘客看到列车明明到站之后 车门没有办法打开 整个人都慌了一直大喊 赶快开门 最后直接站在车子的这个椅子上 从车窗钻出去 踩在车站月台半高市的闸门 往外给跳到月台上 还有一名男乘客说 未来可能不敢再搭电车了 一名女乘客说 他传line给妈妈说 觉得自己可能会死 因此谢谢妈妈 联合国气候峰会各国领袖 终于签署了第一项重大协议 协议内容是承诺在2030年之前 要停止森林砍伐 BBC报道这项协议的签署国 包含亚马逊热带雨林 已经被大量砍伐森林的巴西 还承诺投入更多的金钱资金 来保护以及恢复森林 一共有100多个覆盖全球 大约85%的森林的国家说 将签署这项协议 而且这个部分还会提供 新台币5000多亿的资金 用在恢复发展中国家 他们已经受损的土地 甚至是来应对 已经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野火 支持原始的原生的社区 还有超过30家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司 也承诺他们会停止 对于森林的砍伐 相关的活动的投资 甚至也成立一个 新台币400多亿的资金 来保护世界上第二大 热带雨林钢果盆地 那么气候峰潰了地主国 英国首相强森 将这项协议 称为保护恢复地球森林的 里程碑式协议 强森说这些巨大的生态系统 这些大自然的大教堂 都是人类星球的废 但是协议1000完 就有伦敦大学的森林专家指出 其实有一个政策承诺 来结束这么多国家的森林砍伐 提供资金 这是好事情 但是他也提醒 其实2014年的时候 在纽约就发表过类似的声明 但是减缓森林砍伐的速度 似乎一直都没有看到 各位喜欢全球大视野的观众 全球大视野粉专全新上线 新全球大视野影片 最犀利的国际新闻观点 全球大视野粉专通通能满足 现在只要在脸书搜寻 全球大视野或者是CTI Talk 就能找到全球大视野官方粉丝专页 欢迎按赞追踪 加入全球大视野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